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古老的教堂上 有许多残破的羽毛和树枝 是鸽子筑巢时留下来的垃圾 泥水匠安吉罗仔细地打扫着 并检查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是不是有裂痕 在他重新粉刷教堂之前 这些地方都需要修补一番 突然 安吉罗发现了一团东西 他以为又是一个废弃的鸽子窝 他靠近一点仔细地看 这是什么 那是一只瘦瘦小小 呼吸微弱的鸽子 他用扫帚轻轻地碰一碰它 我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起来吧 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要打扫了 小鸽子动也不动 安吉罗只好避开它 把周围清理干净 下班了 安吉罗把奄奄一息的小鸽子放进帽子里 打算在回家的路上找个地方放下来 可是 他一直走到家门口了 手上还捧着那只小鸽子呢 安吉罗先生嘟嘟囔囔地说 好吧 就让你住一个晚上 不过你得睡在阳台 但是 当他发现隔壁的屋顶上 有一只肥猫正舔着锐利的爪子 他又把小鸽子带进了屋里 我的妈呀 我这回修墙壁 可不会给鸽子看病 他一边为小鸽子做小床 一边抱怨着 虽然 安吉罗的工作并不欢迎麻烦的鸽子 但是这段日子里 只要一有空 他就细心地照顾它 当小鸽子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安吉罗还带着它一起去工作 每当阳光灿烂的周末 安吉罗就开车带他去郊外 让他在古老的废墟和高大的松树间好好地休养 到了晚上 安吉罗放自己喜欢的音乐给他听 在安吉罗细心地照顾下 不久 小鸽子完全康复了 有一天 吃过早饭之后 安吉罗去教堂工作 小鸽子飞过屋顶 消失在空中 安吉罗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他每天用搅拌好的灰泥和几样简单的工具 将破旧的墙壁粉刷的光滑平整 将饱受风霜侵蚀的雕像 修补得完整无瑕 这份工作 他做了一辈子 而小鸽子才刚开始自己的表演工作呢 他在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上演出 小鸽子经常飞到安吉罗的附近 默默地看着他工作 几个月之后 小鸽子发现 安吉罗的动作有些缓慢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搅拌灰泥 休息的时间也增加了 有一天下午 小鸽子飞到他的面前 满脸忧愁的安吉罗 看起来疲倦极了 他认不出来停在面前的小鸽子 咕咕 小鸽子叫了两声 小鸽子 是你吗 我猜你想要讨回你的鸽子窝 对吗 咕咕 小鸽子又叫了两声 好吧 我告诉你 不知道是这面墙壁变大了 还是我缩小了 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教堂完工的那一天 安吉罗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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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一天小鸽子都会出现在安杰罗的身边 天气热了 小鸽子就用翅膀为他扇风 当他疲倦的时候 小鸽子就叼起他的手帕 到附近的喷泉浸泡一下清凉的泉水 再叼回来给他 安杰罗有时会停下工作 向小鸽子解说 他的手艺 安杰罗吃午餐的时候 小鸽子和其他的鸽子为他表演节目 安杰罗休息的时间越长 下午的工作就越顺利 而他撒在地上的面包屑也变多了 即使有了小鸽子的帮助 安杰罗的白天时间仍然是不够用 不久他只好取消了午休继续工作 幸好他们还有周末可以休息 有一次周六 他们开车去郊游 半路上安杰罗郑重地宣布了一件事 我的朋友 应该给你取个名字了 其实 我已经考虑了很久 因为我发现你的时候 正好是 星期三 我就叫你 星期三怎么样 星期三 啊 安杰罗缓慢而骄傲地又念了一遍 小鸽子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应 我知道你不喜欢 好吧 咱们换成西非亚怎么样 西非亚 当天晚上 西非亚高兴地灼着同心粉 听着安杰罗发表他这辈子最长的演讲 谈他的理想 他的工作 还有他希望修复的教堂完成一生最高的成就 过了一周又一周 一个月又一个月 这一对伙伴肩并肩辛苦地工作着 夏日的炎热 已经被秋天的凉风吹散 冰冷的冬天也接着来了 有时候天气太冷 灰泥都冻上了 根本没有办法搅拌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 眼看就要完工了 另一个冬天又来了 安杰罗的动作已经非常的迟钝 为了赶在寒冷的冬天之前把工作完成 他们连最喜欢的周末交友都放弃了 在十一月 一个温暖的午后 安杰罗终于将最后的灰泥 涂在天使雕像上 他用小铲子笃定地一抹 修复教堂的工作 终于完成 西非亚却没有想到 安杰罗更加的闷闷不乐了 晚饭的时候 西非亚想尽办法逗他开心 但是不管如何卖力 安杰罗只是盯着眼前的面条发呆 沉默了很久 安杰罗终于开口了 你知道我这个泥水匠不可能长生不老 现在这里是你的家 可是我死后 你要去哪里呢 我要怎么样保障你的安全呢 安杰罗继续盯着眼前的面条 突然他又开口了 我真笨 西非亚 你在这里等我 说着 安杰罗抓起帽子 外套和手电筒往外走 安杰罗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筋疲力尽的样子 使他显得更苍老了 但是当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 西非亚看到他几个月来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当天下午 工人们开始拆除教堂外面的脚手架 脚手架全部拆除之后 安杰罗却没有参加庆祝庆典 大家有预感 情况不妙 当他们发现安杰罗的时候 他躺在床上 身边散落着几根羽毛和树枝 安杰罗被人们抬进教堂的那一天 原来的老教堂已经改头换面 每个角落都焕然一新 不过 只有一个地方 是真正全新的 在教堂的顶端 两个天使雕像的中间 有一个完美的鸽子窝 为了确保他永远不会被清除掉 安杰罗用灰泥把它固定住 这就是西非亚的新家 从这里 他的目光可以越过城市的屋顶 眺望郊区 那些古老的废墟和苍静的松白 多年之后 教堂又要重新修整了 两个年轻的泥水匠 发现了安杰罗做的鸽子窝 依然完美如星 里面散落着一些羽毛 仔细看看 中间 是一顶旧帽子 泥水匠什么也没动 它们只是 悄悄地离开呀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一个有一点 让你鼻子发酸的 关于永恒有益的故事 我希望你会喜欢 宝宝加油 明天我们继续讲 明天我们继续讲 明天我们继续讲